大家好 欢迎回到汪汉编辑部的《笑声汪》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晨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有关于正生会涉及诈骗5千万捐款 相当正裁 以教会之名 去到籌款就帮正生书院的问题清廉 但原来那些钱射过去英国 相当精彩 看到那些黄尸或英国的离散港人 似乎对这些事情都有保留 尤其是什么呢 甚至乎我们有一个画面看到 右手边那个就是肖若元左右护法之一 已经去了英国很久 叫做赵善轩 这张照片就是在2023年8月27日的时候 跟陈兆卓校长拍照的 怎么写呢 老友见面短暂交谈格外情众 有什么重点的字眼呢 老友和情众 你老友陈兆卓校长卷入了这宗 给你们口中的港共政权 说他诈骗5千万 又流亡 留下一些老的在香港等候坐着轮椅 很惨 那些就说了 不关我们的事 这钱没有我们个人下手的 没有个人的袋子 我们是挂名董事 这个是不是假扮一件事 但是呢 见他就真的七情上面 又坐着轮椅 快来爆血管的款式 说到陈兆卓和另一个 去了英国那些 一早就说了 叫他们两个不要把钱放在自己私人户口 到时水势也不清 然后他出来喝茶 就说 校董不如我们把钱去英国 做些事奉 帮助年轻人 那些年轻人不知怎样在英国 想起来也没问题的 又怎样怎样 如是者现在陈兆卓就去了英国 那就精彩了 如果这样的话 又说到有阴谋 看到那些黄珠和黄尸 又说冤枉他 个个都在吵这些事的时候 喂 你老友赵善轩 这些人不出来帮你说几句 是不是 还在这么有心情玩狗 没有了 那不出声 因为知道我老友坏了 坏了 大家暂时就不要联络了 暂时 我相信现在就静静地 大家当是割席 只不过不是公开地和大家说割席 只不过是不再联络而已 相信以后两个都不会再公开地联络 私底下有没有联络呢 这个不知道 但是肯定就是为了不要影响赵善轩他的听众 他的观看数 当然就不要再在一起做节目就最好了 是不是 节目也有一件事 起码就算你老友 陈兆卓在英国现在潜水了 是不是也应该帮他说几句说话 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老友 什么格外情重 还是怎样呢 你应该很了解他的人品 也猜到他 或者知道他拿了这么多钱来英国 应该搞哪科 老友 老友也不知道 这些都是假扮老友的 是不是 好像那些 另一个赵善轩的身旁 也是老萧的胡法之一 于飞 之前和柳俊刚巨文吃过两次饭 聊过几次 很生气的 然后又说是老友 又说是怎样的 又很心疼 很疼 很疼 还是怎样的 还要假扮了事情 又要出什么声明 又说不信别人的女友 又怎样的 不熟悉就扮熟了 现在不知道赵善轩是否扮熟了 不熟不熟了 看到这个陈兆卓吃了这么大笔之后 现在精彩了 在英国找不到他 当然找不到 现在最好就潜下水 避一避风头 等遲些没那么关注他的时候 便出回来 又或者他可能亦用也未定 你知道 这个是陈兆卓 他把梳子很有型的 分钟他全剃掉了 现在全剃掉了 让你不能承认他 剃掉了梳子 接着就把金毛剃掉 再在面上做些纹身 即是由右边颜头搵一条蛇 去到左边的面 由左至右 右至左 什么都可以 接着是雕龙雕鳳 让人承认不了他也可以 对吧 这些有没有搞错 在英国自由空气下 又有英国政府 你在那里注册公司 又说要搞这些 搞那些 精彩了 有些黄媒 即是英国当地 就走了去他们相关的教会 还是这些地方 报他们 这么好玩 好啊 报成什么 报不了 只是报到他的儿子 找他儿子也好 问问他 这些人渣敗类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教儿子 是怎样的 他的儿子 他说 很多人不找爸爸去寻习 叫我们出钱 千万不要承认 殊不知 有个黄媒 走了去其中一个 他们报清的地址 因为他们很有趣 用英国的注册公司 不知登记了什么牌屋 类似教会 还是什么 就走了去 这样吗 地址 他们就在门廊等 就去拍门 叮咚叮咚 没有人应援 好了 我们在车里再慢慢报他 有发现 看到一个英国本地男子 跟另一个华裔男子 就一起进去 那就好了 然后两个男子进去做什么 然后假装再去拍门 叮咚叮咚 终于有一个 说英文 年约三十多岁的 华裔男子 就在后花园 走过来开门 问他 先生你贵姓 就是问一下 这个开门的男子 你是不是姓陈 知道他是不是陈少卓 估计是他的儿子 然后他开始在想 我们要记住 你相信神的话 你是不应该说谎的 竟然 我不是姓陈 我不是 不是Mr.Chan 不是 他在想一会儿 就开始 才认识自己是陈少卓的儿子 你有没有搞错 他说 连你老爸姓什么 不是不记得 是 现在老爸姓什么 都不记得 钱多得 太多钱 多得 连老爸姓什么 都不记得 现在就是 你害怕什么 在英国 他说 寻了 他 再问多数文 终于说 就自爆 我想他可能说自己是王媒 还是怎样 给他看 也不一定 总之 他后来说 知道自己的父亲 卷入了官票 他说 你老爸在哪里 记住 一定是 好像《循循善友》 谁知道你是什么人 认识你老鼠 Micky Mouse 为什么要说 他打死也不说 他老爸在哪里 他说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我老爸在哪里 你会不知道 你做儿子 你老爸给你钱 你会不知道 真的 这个就是 他儿子 在英国读医毕业 不知道是否做医生 还是怎样 来这里做什么 也不知道 我想可能 陈少卓 躲在这个单位里 也不认识 只不过不出来 看你这样解释 对吗 你这几次找我 儿子 跟我撑住 说我不在这里 撑住 撑住 儿子 不知道 是否会躲在上面 一层 然后在天花里 装洞 究竟是什么人 会不会呢 还是那个花瓶 原来那个小孔 是CCTV 又或者 你见到他家里 有十字架 然后有个耶稣 钉住在那里 捉住一粒黑点 那粒黑点就是 闭路电视 你推歪一点 那个十字架 就在门打开 哦 打开 所以会见到他父亲 陈笑卓在那里 还是怎样 他竟然说他不知道他父亲在哪里 真的很棒 那别人再问他 喂 那你一定知道的 一定知道的 不要紧 不要紧 不知道你父亲在哪里 不要紧 最重要知道那笔钱 去哪里 这个更加重要 先拿笔钱出来 说 是啊 是啊 所以要小心点 不要乱开门 儿子 三十多岁人都不化 是啊 就是 那之后 就问他 你对于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哇 什么看法 什么好看 哈哈 他儿子很官僚 他儿子 官僚到不官僚 怎么说 他儿子 没什么好说 我们的谈谈 到这里为止 今次那些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追问的时候 是的 今次访问到此为止 接着就说 喂 我们还有这个问题 特首特首 喂 哪个司长司长 喂 喂 哪个哪个 你问一下 搞错啊 是不是 如果是我 喂 这些垃圾记者 换了我 我立即利君雅上身 要抓住 是 不停追问他儿子 因为他儿子 是 他父亲最亲近的人 肯定知道更多的事情 就算真的不知道他父亲也好 至少你应该都知道 你家里这么有钱 那些钱你怎么找回来 对不对 原来做善事做什么正生书 原来可以这么快 真是关注一下小弟 对不对 哎 一个是管浩明 一个是陈兆卓 不过陈兆卓这些就是另一件事 管浩明就靠另一些方式 就赚到这么多钱 为什么我要利君雅上身呢 就是跟他说 喂 说人话 快点就说人话 这些不是人话来的 这些 是不是 落地獄 搞笑了 大家又去看看那些所属的教会 看看会不会报到 陈兆卓会出来 搞那些崇拜 没有啊 没有了 消失了 你这个时候 肯定不会弄个头出来 全世界都在刮他 总之最好 不要被人见到 甚至乎可能 真的飞去另一个国家 都未定 因为欧洲这么多国家 飞去西班牙也好 葡萄牙也好 你谁能找到他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看到 类似他们相关的教会 就是牵涉到陈兆卓的教会 各种各种 那又没有啊 有一个主持 为香港代土的讲话里 不点名 牵涉到这宗案件的教会 学校慈善团体 帮他们祈祷 哇 你还有面子祈祷 你还帮吗 你还帮吗 卖眼祈祷 这些是什么 可能吃过去的原本蜜烛香 对不对 对不对 是 是 代土的时候也有提及到这个正生会 还有形容 香港警方指控涉及到这些基督教团体的学校 令到整个基督教和教育界都受到影响 又在那里提及 说到好像很夸张 好像很惨 这些都很好笑 那就检讨一下 知道基督教受影响 我心里面不检讨一下 总是觉得别人在针对你们一样 真是搞笑的 那又不可以只是检讨 如果检讨的话 他们会想想 将来有些什么人 要守得更加好 将所有的证据 可能全部都要改成 工智能 不要这么骚髒 这些骚髒的东西 要塞好一些 本圣经 那些诗歌里面 原来是那本帐簿 这是一个账簿 一揭开语中 哥林多前书 原来接着是账簿 是这样的 是 每一个诗篇上面 有第几篇 第几段 哪个给多少钱 其实就是在那里 咦 写在那里 多了些数字 都不同了 那些是不同的 圣经里面 暗藏他们得回来的账簿 数捕 的密码 没错 哇 真是这些人 要是这样 要再检讨 不要乱烧 这些人 看到很有趣 所以《文匯报》 之前的报导就说 当香港的资本 去到英国 是否变成一种罪名 他们有这个说法 哎呀 要为英国的同工 就讨告 还敢死 对 你讨告 你做了这些事情出来 你不出来交代 你说不是 我晚上又跟主耶稣去祈祷 或者去告诉神 我究竟做了些什么 还是怎样 应该要换一换 就是做一些 告解的 但原来里面 就放了警方 在那里 你就在那里 告解 说回整件事出来 还是怎样 所以这班人是很贱格的 就是你去到 有自由空气的地方 但是 都要 陪伴 都不敢 去面对这件事 如果 你走得正 站得正 陈兆卓 你儿子 就不需要这样 掩掩掩掩掩 陈兆 你又不用再 替你老爸掩饰了 整件事 都不关你陈兆的事 你老爸犯法 你就由他去面对 你自己 就做回自己的工作 虽然 你老爸养你 但是 喂 要考虑一点 你老爸犯了法 是不是应该要 指证他 甚至举报他 因为始终是公义 软高于你的亲情 对不对 而且从他们的口中 这么说 他们的逻辑 是这样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信神 还有什么天理循环 什么落地狱 那些 就很心理 要说出来 最好笑 刚才提到的 有些教会 又是什么代讨 又是什么代讨 有些黄媒 又去问 你什么关系 跟正生会 即是英国 他都认是伙伴关系 不过 对于 陈兆卓所牵涉到的案件 他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到报章才知道 他的事 他说 我住在英国 他们的事情 就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我教他奉公守法 暗示 如果不奉公守法 就是他 如果你们开口卖口 常常说 特区政府 港共政权 冤枉他们 为什么 你不够僵 或者你不够胆 跳出来 一定是冤枉他的 现在我们看不到 有哪些黄尸 有头有面 够胆出来 直戚是冤枉的 例如刚才我们说 赵善軒 屁都不敢火火 这些乞衣 发过一只猪 常常在玩狗 搞自己的再飘零 那些书 对于你老友 不要给我 如果我的老友 遭逢 如果有人冤枉他 污蔑他 陷害他 又说他是骗钱 还是怎样 一定 起码 不拿人头 拿手出来 保他 一定没有 他哪个手拿 你五千万 斩哪个手拿 送给你 这么厉害 够不够胆 够不够胆 是不是 不能 这次不是冤枉 我们以他们的邏輯推理 什么事都会是冤枉 一定是 对于周庭那些 他不是去内地 走一转 就可以拿回一本 他们说到 好像真的一样 还有教育前的 在碧屋 爆了私眼 又说 再爆出其他事 又说到是真的 这件事你又不出声 你们那些 就立即撲出来 都不知道是否真的 就说是真的 这个 陈兆卓 是因为英国 是你老友 你都不懂得跟他说 是真还是假的 或者一定力支持他 那就是有问题 以你们那些人的套路来看 不如我们这次说到这里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 好 谢谢大家 拜拜